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加點幾拿棒 我是部長 我是茶茶歪 今天的影視秀呢 我們要來 就是覺得 這上禮拜真的發生非常非常不好的消息 也就是我們一位台灣的 真的非常厲害跟優秀的導演 齊柏林 在6月10號的時候 不幸在搭乘林天航空空拍直升機的時候 在拍攝代表作看見台灣的續作看見台灣2 在空中看景的途中 就是在花蓮縣封冰箱長紅橋附近的山區 醉雞 然後不幸罹難 然後享年52歲 然後這真的是一個非常難過的消息 因為看見台灣 我相信大家對於這部電影 當時看到的時候就是充滿震撼 而且從來沒有想過說 自己的生活這片土地有這麼的美 然後想說藉這個機會 我們來看看他之前做過的一些作品 以及他到底有多愛台灣這塊土地 好 所以我們來問XXY一下 就是看見台灣當時上映的時候 你有去看嘛對不對 對 好 那就大概講一下說 你當時看到這個作品的時候的一些感覺好了 因為當時我在一家顧問公司工作 然後那時候的身分是工程師 是從事環保工作方面的事情這樣子 然後那個時候因為我們公司是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嘛 所以就包場 去看這部電影 對 然後所有很多同事在裡面看 然後就非常震撼 而且說真的就是 因為我們平常在做工程的時候 有時候會看警 有時候會去現場做一些事情 可是從來那個時候空拍技術還沒有出來之前 看到這樣的畫面會覺得說 這是一個非常震撼的事情 而且說真的就是自從這部電影之後啊 空拍的風氣就越來越深 然後像 據我所知 因為我現在離職了嘛 據我所知現在 之前那家 就是我之前帶人家公司 現在就開始 習慣用空拍機去看景或是現看這樣子 所以 我覺得一方面 齊柏林帶動了這樣子的風氣跟技術 然後一方面 也讓我們有不同的視角去看這片篤地 我覺得這個是一件非常大的突破 因為當時那個看見台灣 他真的也是創了很多很多的紀錄 就剛上映的那個首週三天的票房 就直接衝到就是1100萬的 這個非常非常高的數字 然後呢 就是到上映的10天之後 就也衝上了3500多萬的台灣票房 然後最後就是也有破2億 這個數字真的是非常厲害 然後一般我們看紀錄片 通常是在紀錄一個 譬如說一個事件 或者是一個 就是裡面會有一些人 或是一些相關的東西 但是看見台灣當時 我看到的時候 我覺得最特別的是 他的主角就是台灣 對 這塊土地 就是不是只是說拍攝一些風景 他其實也有拍一些情緒 就是說台灣在哪些地方 就是正在遭受環境上的破壞 或者是等等 他其實整部電影 我相信你進去看 第一部分就是你 不會 這不是一般的 去看電影的一個感受 他感受的是 完全真的是這塊土地 給你的感覺 然後我們平常 可能就是住在自己的附近 或的領域 你常常跑的地方 騎機車等等的 你可能沒有感受到 就是台灣其實是這麼一個美麗的地方 因為他就是用一種上帝的視角 在看著這塊土地的各種風貌 我看電影是喜歡去看那些畫面 所以這部電影他出來的時候 大家如果有去看的話 都知道說他其實 除了無念真 跟他那個簡單的旁白之外 他大部分都是用視覺的畫面 然後去說故事 對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一個 會讓人起雞皮各大一件事情 然後在影片之中 其實就是他有 就是你 包括連觀眾 就是我們都很意外 就是有看到一些事情 這樣子 那我們在這邊 記得不方便去多說 是發生什麼 看到什麼事情 但總之我們就是看到 看見台灣的四個字 就是不是 真的是看到所有的面向 就是好的一面跟壞的一面 然後呢 就是也激發所有的觀眾 就是要重新去愛這塊土地 對 然後呢 這部電影呢 之前看見台灣 就是也花了很久很久的時間 也花了非常多的錢去拍 齊布林 真的就是完全是貨作曲的 去拍這樣的東西 那他花了三年的時間 然後也飛了將近四百個小時 直升機的飛行時間 時速 然後幾乎就是花了自己所有的錢 根本就可以 真的說是用生命在拍 這部電影 那為了目的就是要記錄一下 台灣的一個各個的風貌 那當時會刺激他去拍 看見台灣的主要就是 當時八八風災 那個事情發生過後呢 他就是用 他的直升機上去勘察一些 那個災區的狀況 小林村嘛 對 然後就發現說 就是整個台灣的那個 水土保存跟環境等等 就是其實當 就是狀況真的不是很好 對 然後他就是想要說 用空拍的方式 來去 來去看看台灣其他的地方的狀況 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 齊柏林真的是很喜歡 也是他擅長的 就是用空拍的方式 去做一個影像的創作 我再補充一個就好了 就是在看見台灣 這部電影出來之前 然後相信大家 對他的印象 一定都是 他就是空拍 然後拍影片 實際上他之前在一開始 在拍照的時候 就已經有出了很多 類似照片集什麼的 然後像我在大學的時候 因為我是念環境的 然後我們就有老師上課的時候 就是完全用他的照片 然後去看所有台灣的海岸 這樣子 然後你就會看到 有些台灣海岸是水泥化 然後就是或是養殖業發達的地方 然後就是完全都是地層下限 抽地下水 抽地下水 都水管那個 對對 管子排列很雜亂那樣子的景象 這個 就是 我跟你講就是 你如果一般老師在課堂上講說 那個地層下限很嚴重 然後台灣環境破壞怎麼樣 你就沒有感覺 對 用這樣子的照片一秀出來 這是完全感受不同 對 所以呢 我覺得這次發生這樣的消息 真的是非常非常難過 所以我們想要透過這個機會 來告訴各位 希望能夠可以好好的去緬懷 這位真的是為台灣付出 非常非常多的一位導演 而在最近網路上 有人可能因為 知道了齊博林的一些政治立場 而去批判說 這些作品其實就是都是垃圾 或是說我講一些非常難聽的話 然後我們 我覺得我們家影集團 放這邊想要藉由這個 這次的節目來跟各位呼籲 就是說 其實我們就是單獨看他的影視作品 他的影視作品 電影的這些作品 看見台灣等等 真的是幫助了台灣很多人 讓我們了解這塊土地的美 所以我覺得 我們就不需要把政治立場的東西 納入進來 去評價說他的作品是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我們希望未來呢 有人可以就是繼承他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創作的一個概念跟理念 來用空拍的方式 繼續記錄台灣 甚至是其他的地方 我們在這邊就是 真的很謝謝齊柏林給台灣的這個 非常棒的一個禮物 我們在這邊就應該讓我們來看 我們在這邊的地道 我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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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